你到了 我这户口本放在包里拿好了 你拿彩礼钱应该也准备好了吧 走走走 我们去领结婚证 等一下 干嘛呀 彩礼钱没了 怎么没了呀 都说得好好的 你带上钱 我带上户口本去领结婚证呀 可是那钱我借给我朋友救急了 你什么朋友啊 那么重要啊 实话说救急不救求 我那个朋友真的有急用 我就借给他了 你就理解一下我嘛 我理解你 那谁理解我呀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那钱是咱俩结婚用的 你现在说没就没了 你叫我怎么办啊 你现在拿什么娶我啊 现在没钱了是吧 咱们俩分手 分手 这样呀 你听我解释 这可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妈 你就好好安心养病吧 这手术啊咱们必须做 钱 钱的事我会想办法的 这不是阿荣要跟我结婚了吗 我看他人也挺靠得住的 我就问他要十万块钱彩礼 够你做手术费的就行了 好啦 你不用操心了 挂了啊 滚姐 你怎么哭了 怎么了 我没错过咱妈做手术的钱 没事的小雅 钱我已经向朋友借到了 你不要删心了 什么 姐 你可不能走什么歪路呀 你那几个朋友我还不清楚啊 他们能有什么钱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在和以前一样的话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姐姐 没有啦 这钱来路是真大光明的 真的是借的 我不相信 你要是今天不跟我说实话的话 我就让妈把你赶出家门 你不信 你不信你去问阿龙 什么 阿龙 妈 你就好好安心养病吧 这手术啊咱们必须做 钱 钱的事我会想办法的 这不是阿龙要跟我结婚了吗 我看他人也挺靠得住的 我就问他要10万块钱彩礼 够你做手术费的就行了 好啦 你不用操心了 挂了啊 辛苦赚了10万块钱 到底是先结婚还是先救阿姨 算了还是救人要紧 姑姐 这卡里有10万块钱 你赶紧自己阿姨去病吧 谢谢你阿龙 这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这钱不用你还的 你千万不要告诉你们 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等阿姨定好了以后 再告诉他有多钱 行 谢谢你阿龙 那你快去吧 那我先去了 您说那钱是阿龙给你的吗 是啊 我本来是想瞒着你的 可是你把我逼直了 阿龙 你怎么来了 那钱我跟我姐会还给你的 走吧 你去你结婚证 那财力行不要了 本事 结婚的时候现在不急 阿姨现在还在医院 等阿姨病好了以后再说 你家人见见看看 比什么都重要 走 我们先去医院看看阿姨 你很败 你对我吗 你现在在医院